无论路途有几严厌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因与同路人 各位听众朋友 你好 多谢收听音语同路人 我是Julian 我们今天的同路人嘉宾 就和香港的再生会有关 香港再生会每年都举办 十大再生勇士的选举 去表扬病患者积极勇敢抗病 积极致强 以及推广积极的正面人生 再生会在香港成立了超过30年 他们是致力于帮助患有癌病 红斑狼瘡等等 或者是长期有病患的 来提供服务 他们的目的就是去推广 积极抗病 逆境治强的精神 再生会的创办人 就是钟慧玲博士 他就是我们今天同路人的嘉宾 以下我就交给 欣语之声在香港的采访童工周淑萍 为大家送上 他与钟慧玲博士的专访 我是节目主持周淑萍 今次我们很高兴 请了再生会创会会长兼名与主席 钟慧玲博士 来与我们分享他的内心平安 大家好 他刚刚获得2011年的结出 女企业家奖 但是我要讲他的不是这些 结出的企业这方面的事 而是他在生命里面经历过很多 跟疾病好像经常都很有关系 多次跟死亡刷身而过 但是这些经历反而成为了别人的祝福 令到很多人信住 最初第一次和疾病牵手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的记忆就是1987年 我的大儿子就来出生之前 那个月我就开始 整身是出了一些疯烂 很痕 睡不着觉 然后生完我儿子之后 就开始发高烧 还有就是关节开始就很痛 动不了 然后后来就一直 很多其他的问题 比如眼红膜炎 肠胃炎 胸膜炎 就是很多不同 几乎在一年之内 除了小疑科不用看之外 就什么科都看过了 那么刀刀转转 结果到90年就断定了是红疤狼瘡病 有孩子本来是很开心的事 但是又带来了一种疾病 当时怎样去面对呢 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会问很多问题 会的 有一段时间 我记得我89年的时候 就因为肺炎 就因为肺炎 进了医院 我还记得是儿童节 4月4号 进了医院的时候 那晚可能有一些药物 我敏感 那些盘尼斯林 那晚其实我就是烧到1806度以上 那样的 那就正是昏迷了 那就是 是几 几辛苦 然后就算我 但是那晚呢 就 我其实好似人家 就是去了天堂那样 就是 哇 正好似 噗风那样 还有呢 真的是时光倒流 你会回忆很多 好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是 可能是说不了话的 但是在脑里面呢 我就不断地背着诗篇二三篇 那很感动的 就是因为我从小是妈妈 带着我回教会的时候 很多的诗歌 经文 那样就去 去鼓励我自己 那样 就是我要坚强 就是我要 我求神 是给我有生命气息 可以回来 和我的丈夫 和我儿子 还有可以继续去 孝顺我的妈妈 那样 我当时我就是这样 去度过了 那接着呢 十日之后 出院之后 我都还要在床上面 休息了几个月 那时候 有时候会问神 为什么要这样离弃我呢 为什么要令到我 受那么多的 肉体上面的痛苦呢 周身是那么痛 又头晕 就是下床都下不了 以照我那段时间 都上不了工 就是有很多的 问神 但是感谢神 神有时候 就叫我妈妈来 就真的是 当头棒渴 这样说 你呢 不要对神怀疑 他说你要信神 是给你所受的苦难呢 不会超过你所能够承受的 神一定会有 他的美意在后面的 那段时间就这样 靠着听 我当时的眼睛 都不是那么好 看不到东西 那就是听诗歌 听一些的 听一些的见证 去抑制自己 还有那一年 我只是睡不着 那我到后期 好一点的时候 我还乎睡不着 我就起床看圣经 或者是听了百计 的讲道 那样 除了你自己的健康 又有影响 那那个儿子呢 出生 感谢神 这个大儿子 是健康的 他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就照顾不到 他什么儿子 因为那几年 我都几乎都是 在病塌之中的 那是 经常都是 身体比较虚弱的 那主要都是 我妈妈 我奶奶 我丈夫 他们去帮我 去照顾这个大儿子 那这次患病的经历 其实给了你 很大的改变 是吗 是 后来你都会帮助 跟你有相同经历的人 是 到我大概是90年 结果到症之后 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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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结果结果这个病的时候 全世界很多的 弟兄姊妹 亲民室友 他们就是 搜集很多的书 资料 给我看回 那我就知道 怎样去照顾自己了 因为呢 原来红包囊疮病 是不能晒的 那我就知道 原来之前一出生去 见一见太阳呢 那我就会回来 又会发病 又会瘤啊 瘟啊 或者是发炎 眼发炎和红磨炎 那我就避忌了 就知道 不要晒 还有呢 在饮食方面呢 我都知道 有些东西是 不好吃的 吃了我会敏感的 那由那时开始 我就渐渐 也都透过很多其他的 另类疗法 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然后我就 见到 原来很多其他身边的病友 他们没有我那么幸运 没有那么多资讯 没有那么多支援 于是呢 我就开始就想一下 我怎么去帮他们呢 而且与此同时呢 就很多个身边的朋友 见到我 哇 之前一年呢 他们只是死了 就算走出来 几个月之后上班 都是半条人命的 但是现在 为什么越来越好呢 于是很多人就介绍 那些朋友 有重病那些呢 就找我去探访他们 去鼓励他们 那我就也都是影印 或者是复制一些的 就是绿金带 就去给他们 在病床上面去听 或者是看 也都去医院探访他们 这样鼓励他们 我记得有一个 都是红巴狼瘡的个案 他妈妈 就是我临走的时候 她说 幸好钟慧荣博少女病了 你现在可以康复回来 你来探我的女 对我们很大的鼓励 很大的激励 那样 那很多这样的情况都是 因为我是一个过来人 我也可以给她看到 我说我之前都是这么病的 我都是很差很差的 但是一年之后 我又可以这么健康 对她又很大的鼓励 那又给了资讯他们 又给了知识他们 那在这个生命里面 很多次和这个疾病相遇 但是呢 我看到一手牵着疾病 一手牵着 耶稣牵着你 我常常都觉得 就是在我的生命的路里面 无论任何时候 我都是主耶稣是与我同行 他就好像我的好朋友那样 他是带领着我 我需要安慰的时候 他就安慰我 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安慰了好像我的好朋友那样 那是我的恩主 也是我的恩友 我让我安心 让我安心清楚 看谁给 神令我 声插心中的悠闷 共同到每一天 夜和话是爱 在困境中他保守隐险 神为我摆切风俗的恩惠 在危难也不会变 在世间主人与共 他的爱存在什么阵 神为我摆切风俗的恩惠 共同到此生 夜和话是爱 让我安身青春期随便 莫下满足快乐 勇于心里 在危难也不会变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各位听众朋友 恩惠同路人的嘉宾是香港再生会的会长钟慧玲博士 跟他做专访的就是我们恩惠之星在香港的同工周淑萍 我们刚刚听完钟博士的一段分享 就说到他患了红斑狼瘡 他说他当时好像死 又说到后来好一点 都是好像半条人命 不过在患病期间 他得到很多的资讯和支援 之后 狗病成医 他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资源和支援 康复之后 他用过来人的身份 来帮助其他人 正如我们同工周淑萍 他描绘出一幅图画 他说 钟博士一手拖着疾病 一手就被耶稣拖着他 而钟博士好一点之后 他就好像一手放开疾病 就用了一手来拖带其他的病友 不单止给他们支援 更重要的是 希望带他们去认识主耶稣 让主耶稣亲自来拖着他们 真是一幅很美丽的爱的图画 好 那我们又继续听下去 除了钟博士他自己经历病患之外 其实疾病 又对他的家人有什么影响呢? 就这么看 他精神饱满很健康 原来他经过很多疾病 他说笑地说 多次被神叫他开会 开完会又回来 不止他 他的儿子也曾经要开会 被神叫他开会 这件事虽然好像很惊险 但就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 很多家长小朋友 因为这样相信了 那件事是怎样呢? 先说回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经常都想去开会 因为我经常都发高烧 或者很多手术 其实因为我红不狼瘡病的缘故 我大儿子就很幸运 他不出生一个月才发病 但我小儿子就没有那么幸运 其实这个小儿子是96年出生的 其实我在93年的时候 已经是试过因为有一个BB 去到26周的时候 已经是在胎里面停了心跳 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到这个小儿子95年 我开始怀疑的时候 那医生就监察得比较严密些 每个礼拜都跟我提一次 那到我在胎里面23周的BB 23周的时候 其实在圣诞节的 就是95年12月27日 圣诞节之后 我们就回去复诊 就发现他的心跳 由正常的BB 是百几下跌到四十几下 那当时他已经 立即叫了心肚科的专家 一起来看 那10月28日 就confirm了 他是有那个 叫做congenital block 就是先天的心存到左隔 于是当时 其实两位医生都说 他们其实都无能为力的了 但是我就 立即打电话给我妈妈 因为我每一次 遇到这种苦难的时候 我都会打给我妈妈的 困难的时候 那我妈妈就 其实当时我也很伤心的 就是那个BB 很危险了 那我打给我妈妈 我妈妈就说 我们靠着主 我们一定可以平安地度过 我们祈祷 那祈祷 那祈祷之后 妈妈就收了线 没多久她打给我 她就说 我刚才看到 在《以赛亚书》 《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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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章》 那里就说 去到结果是三十八周 就开刀拿了出来 她当时已经是 心肚发大 伤倍那么大 很危险了 肝发大 肺積水 心包積水 就是 老積水 很多问题出现 但是呢 她都可以 立即第一天 就做了个临时起薄器 然后第八天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永久起薄器 感谢神 当然很多艰难的日子过了 但是她都可以平安地长大了 刚才说到 久不久要回去开会 就是 《四十二章》 她要再更换起薄器 但是最激烈的一次 就是《七十二章》 那一次 在学校二年班的时候 上上課堂 在转行的时候 起床不攻 她就向后跌 原来心脏起薄器 的电线是断了 其实她很危险 但是呢 神有她的恩典 又是神有她的美意 之后呢 我们看回后呢 她的班主任 Dr.Ling 当时跟我说 神真是很大的 奇妙的恩典在那里 为什么呢 就是 他们那个单房的坐法 就是一张圆桌 去六个小朋友 当日呢 我个儿子 和另一个男子的小朋友 就隔了一个女子的 但是当那个女子 是请假的 那她就在午后呢 是申请了老师 就坐过去 跟另外一个同学呢 就说 有些事情 跟她聊一聊 那就是这样 就发生了这个 心脏起薄器 在那铁断线的事情的时候呢 隔离的小天使呢 就是因为她是左手的 左腰的 那也是有读写障碍的 那因为先前 都很多神的预备 就是我在那学校 做过part time的老师 两年呢 那我是看到 那个小朋友 有读写障碍的问题 我建议她家长呢 是被她接受训练的 那么 其中一个训练的方法 就叫做眼明手快 所以呢 就感觉神 到我儿子 那天应该是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出事 星期五 她做回另外一个 臨死薄器 接着星期日 她好一点的时候呢 我说 你要打电话 多谢你的救命恩人 你的小天使 我儿子说 我猪呀 全班一外两个 懂得眼明手快的 所以神有预备在那裡 那第二个 就是奇妙的地方 就是说 当时呢 其实呢 将军澳区的救护车 是出去了西贡 是因为有车禍 那其中一个救护车呢 就是呢 是由九龙湾 是进去将军澳隧道 去支援的 在那里收到车禍 他很快就去到那个 就是我儿子出事的学校 那又是 所以呢 在这件事上面呢 就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令到很多周围 未信的家长和同学 都信得住 嗯嗯 即本来很危险 向后跌的时候呢 真的很容易跌倒的脑 但是呢 刚刚就有奇妙的恩手 托着小朋友 是天使 天使呢 是神所预备的天使 而且也是为 之前所有的 例如小朋友 女生的小朋友 请假 那样 那这个是很奇妙 那这个见证呢 带给其他家长 有什么看法 他们真的看到我们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 他们看到主活着 真是有真真正正的 体验到 是神与爱同在 主与爱同在 那就是因他活着 所以我们可以得救 所以是很真实的 他们经历到 是的 但我们是以前的人 也不能再懂 是神与爱同在 那就是一个人 那就是神与爱同在 去世之后 还遇到 中的奉行 他家长同在 是神与爱同在 祂绍兴祝 ende 小人结成 好 人心里 那是彼此 我们今集的嘉宾就是钟慧玲博士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东西 他说神经常都叫他开会 我们认识钟博士 其实有很多功绩 很多时候都要周围去开会 开不停 神为什么又跟他开玩笑 最近又叫他开会 我想是去到一个地步 可能神又要教训我 叫我要focus点 集中点 上一次对上一次开会 就是2010年的9月30号晚 上次开会 其实是凌晨 10月1号的凌晨 上帝给我回落零来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要转福音 还有去服侍一些长期病患者 一些有需要的脑弱的病患者 所以我就要集中精神去做这件事 可能我之前太多散 可能又做校董会 某些学校的校董会 某些幼稚园的校董会 不是那么集中在病患者的工作 和福音的工作 所以那次开会就说 我要focus 那个情况都很危急 开会都开了很久 怎么说呢 其实都很感谢神 神可能觉得我还没做完所有的事 所以就趴下来 那个事源就是可能我9月29号的时候 就有一个晚餐就可能有些东西 可能有些东西我是敏感 然后9月30号那天 我开始觉得好像感冒一样的 很累很累 那就哇 周身痛得很厉害 我从早到晚 然后我下午就去了威尔斯院 开一个新界东的联网 我们叫Statistic Planning的会 哇很辛苦 那时候已经坐得很痛 因为原来 后来才知道原来全身里面内出血了 那到晚上本来 都有同学在加拿大回来 本来是要约吃饭 我都出不了 但是感谢神 我儿子是大儿子 他是医学院五年班 平时他是隔一个礼拜 星期六才回家吃饭 因为那天是国庆 所以我要多谢国庆的礼拜 星期四晚 9月3号晚上 他就8点多钟就回来吃晚饭 因为第二天他就约了同学 有些活动 他回来的时候 看到我妈妈 为什么你好像吸血僵尸 一口都是血 因为我没有留意我自己 我就很累 回到家的时候 就已经洗了凉 就想敲一敲 原来他立刻叫我躺下 然后立刻照一照电筒 我里面口腔里面 有很多泡泡的血 那他就 哇 他说都挺严重的 妈妈妈 他说要快点叫舅父 因为我舅父感谢神 所以神是为我很多预备 我弟弟其实也是一个内科医生 他还因为我的病 不是我儿子的病的缘故 就搬到我家的附近 隔几座 我还说 舅父很晚回来 刚回来 可能还没吃饭 你不要骚舅父 但是我儿子说 事态严重 我立刻打电话过去 然后他就 哭哭哭的说了一大论 我弟弟就马上过来 他说不行 他说 他说 立刻要看看 血小板是多少 我说 我很累你放过我 让我睡觉 我又有房 跟着他们的衣服 就是我儿子 我丈夫和我弟弟 聊了一会儿 我儿子进来 他说 妈妈换衣服 爹地车你去某间医院 要抽血 验一验 因为我突然在那里 收开症 很快就帮我 立刻抽血 然后11点9 医院就fax了 只有两个小板 我弟弟立刻打电话过来 他说不行了 立刻就逼我 快点快点 你要立刻去急症室 立刻要输血 输血小板 所以留夜12点凌晨 我丈夫就车了我去医院 当晚输血小板 我也要多谢 东区医院的医护医人员 因为他看到我 只有两个血小板 事实很严重 立刻已经很快去安排 当晚输血小板 第二天就检查了 有13个血小板 救了我一命 但当晚是很危险的 当时我和我儿子说 可以睡到天亮才去医院 我儿子和我说 舅父说 如果你睡到天亮 就回到天家那里 我还和他说笑 我常常都希望 各个健康长寿 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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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和我说 妈妈 如果你立刻终就好了 如果不终 人家像中风 你会半身不遂 或者其他问题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立刻就排起床 十二点钟就立刻排起床 就和他去医院 就是这样 所以那晚是很辛苦的 上天真的有个教训 叫我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活动 然后就专注在要传福音 以及去关顾一些 长期病患者 以及长期病患者 以及长期病患者的健康 所以我这段时间 我有很多朋友很好 他们就算我出不了街 因为那次之后 我行动不太方便 一段时间 眼睛又 一些叫长者舒缓痛症 和治美病中心 就是推广预防医学 我们会先先做一些screening 看看他们有什么痛症 我们就帮他们解决 然后在那里就透过教育 他们要做运动 以及营养 生活疾患那方面 让长者都可以保持健康 我经常都说 我希望每个都可以健康 长寿 无疾而终 就不是带着疾病 带着破烂的身躯 去回天家 我初次听到这句话 无疾而终 我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对一些病的人 无疾而终 其实也是一个祝福 对我来说 是一个祝福病 很大的平安 在人生里面 很多次和死亡擦身而过 有这么多疾病 对于疾病 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小病 其实小病是福 他提醒我们 是一个警报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市人 太过繁忙 很多时候 在一些讯号出来 例如你会经常头痛 或者肚痛 或者是腸胃不好 其实已经是一个警报 叫你去检视一下 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否正确 如果不是的话 就应该改善它 我经常鼓励 有些朋友说 有宗博士不尝法 就是常喝水 常蔬果 常早睡 常运动 常喜乐 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两样 喜乐就是最重要的 50% 很多时候 压力大的时候 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的时候 很多的焦虑 其实很影响健康 因为紧张的时候 会影响到荷尔蒙 甚至乎可以失眠 所以要注意 我们经常要保持 一个喜乐的心 然后常喝水 很多时候 人们在工作的时候 都忘记喝水了 喝水太少的时候 就冲不了毒素 冲不了垃圾走 所以起码喝 8-10杯清水 然后常蔬果 起码吃3-5个不同颜色的水果 还有蔬菜 例如好的菜 菜心 瓜类那些 可以吃到半斤 或者一斤 那就最好了 就是小肉多菜 然后常早睡 最好 就能够在11点 就是我们11点前 可以睡觉 因为我们中国 传统的智慧就是 指示养肝 其实是胆经 和肝经 在1点至3点的时候 我们要修复 亦都可以养肝 最好就是早点可以睡觉 不要每个都凌晨 很早睡 是很伤肝 常喝水 常蔬果 上运动 运动是最重要的 运动就是 可以生产很多 我们叫做 奈妈啡 也对很多 现在研究了 譬如糖尿病有帮助 还有对很多 其他的问题 都有改善 所以要多些运动 都市人人缺运动 所以现在 都是推广赞美操 你们都听过赞美操 我也是赞美操 香港业会的顾问 希望多些人可以认识到赞美操 现在全香港有二十多个点 是免费可以给大家去学 然后跳 做运动 有喜乐有平安 还有可以赞美神 带来健康 很好的分享 这些都是 刚才你说的 喜乐的心 乃至良药 是的 那究竟你如何 保持喜乐的心 信仰呢 可以带给你 如何喜乐呢 我们下一次再分享 他的观众 可以并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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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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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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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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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